哈囉大家好 我是哲瑞教練 今天我決定要來升級我的輪組 所以我覺得我在練習的時候應該添購一組鋁框 讓我在練習的這個壽命可以加長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來挑一組鋁框 希望可以挑選到適合自己的鋁框 走吧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這間店到底有什麼東西 哇 這邊超多種耶 但是這些框高啊是差在哪 可以請你幫我介紹一下嗎 我看你們這邊其實有蠻多種的 其實每個框高框矮它其實都有它的目的唇 像這種比如說框是比較矮的話 那它基本上是屬於比較適合爬坡或是全能型 就是可能是丘陵啊什麼之類的 那這種框高如果是比較高的話 那可能就是會比較建議可能就是譬如說 平路啊或是比山鐵啊這種的 因為我現在的車我記得框高好像差不多這樣 這種是比較是萬用型 就是通用 那這個是比較是慣性會比較好使用的 比較平路巨多的 會不會爬山會不會很辛苦 蠻辛苦的 會比較難踩的 會比較辛苦 因為我最近其實剛騎車沒多久 但是我常聽到有人說 煞車要小心不要騷框 然後我又很怕我那組攤胸圍的框會騷框 所以我想說找一組就是 你們這邊有賣什麼CP值高一點的鋁框嗎 就是可以推薦我這樣 因為像我們今年就是有推出兩組 這個的話就是它的框高大概是20 那我們這一組的話其實它的重量算是蠻輕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用料也還蠻好的 這重量大概多少 因為我之前的那個輪框我記得大概是 一千四百接近一千五百克這樣 那這組大概多重 因為鋁框通常都蠻重的 這組大概是一千三百七十公克 一千三百公克 沒有原本的寒氣這樣 這其實不是碳纖維的輕 所以鋁框還是可以做到 但是它比較淺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 它其實是比較矮的 寬高比較矮 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可是如果你是看後輪 仔細看到後輪的話 它其實左右兩邊不一樣 它一邊 這邊傳動邊雖然比較大 這邊非傳動邊的話 它就是比較小 那如果延伸到輪圈來的話 代表是說它左右兩邊的受力也會不太一樣 因為這樣子的設計關係 所以它左右兩邊的鋼絲紮力 大概是1比0.4 大概比例會是這樣 這邊1這邊就是0.4 我看你們這邊好像有特別設計 對就是因為輪圈特別設計 就是輪圈它裡面它其實是 就是一邊肉比較多一邊肉比較少 應該是這樣講 那所以它的張力其實是可以把它拉到大概 比較接近一點1比1這樣子 OK 所以它整個就是 整個兩邊鋼絲就會比較低 而且如果你在可能爬坡或是彩蛋 它傳出來的 就是它的傳輸會比較好一點的感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的輪圈 不管是碳仙還是非碳仙 或是公路碟煞 我們就是都是有跟Ceramix B合作 它是陶瓷培靈 所以它滑順程度會比較好一點 好啊那我可以去體驗一下 我把自己的輪圈自己做嗎 可以 想說今天都來工廠可以讓我們體驗一下嗎 可以 好啊那我們就去做一下我自己的輪圈吧 Go Go 好 那我們自己做輪圈的第一關卡 就是要來把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鋼絲 我們要把鋼絲穿到那個花骨裡面 然後你看那一顆輪它有這麼多鋼絲 感覺很困難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到底它的難度在哪裡吧 這只是放進去拉到底 對…直接放進去就好 這個很像在做那個什麼傳統那種織衣服還是 就是織布有沒有要交錯這樣 是不是這樣它的剛性才會比較夠啊 就是在組裝的時候 然後穿完以後還要上下交叉 你要上下讓它交叉 一定要交叉 交叉 一定要交叉 它剛是一定要交叉 因為它如果沒有交叉的話有沒有 就會沒有支撐到 對 一定要交叉 所以這樣才可以讓它力量是交錯的 我來挑戰一下 會不會穿錯 穿錯這個就不能賣了 那個我的導師已經下班了 現在全部交給我了 我看不到那個洞耶 穿完一層了 要把它蓋起來 這樣然後壓起來 這樣就緊了 這樣就緊了 對這樣可以 然後換邊 換邊之後我記得先裝下面 再裝上面 這樣是不是好了 對對對 那老師請給分 我這樣可以來應徵通過嗎 我這樣是可以到99分 有有有有 差一分 聰明 那我現在這樣 差一分是因為你剛才差一點拿出來 差一點拿出來被扣分 好 老師也很忍遲啦 那我們這個可以到下一關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電視 好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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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耶 這個 我手好像很不巧耶 這個怎麼它剛剛裝那麼快 啊我怎麼那麼久 還有三根 它已經裝完一輪了吧 我是不是這速度你已經裝兩顆了 不會 第一次這樣很厲害了 是嗎 很上手 你不要 就是很協調 對 不要故意在那個鏡頭面前說好聽話 真的 對 心裡想說 我看你這樣做 我不知道要做到時候 我自己來好了 不會啦 OK OK 搞定 這樣就可以進下一關卡了 要打緊 還要再怎麼樣 打緊 所以 正常這樣用完還要再鎖緊 才可以到下面 對 一定要鎖緊 一定要有工具 好啦那這給你好了 我覺得太難了 我們直接跳過 下一關下一關 這拖太久了 就是要把當機乾淨 這樣子張力才會正確 這樣它才會有那個 公主的那個鼓力有沒有 這眼睛真的會花掉耶 不會啊 每一根啊 很難對焦耶 這個會看到後面那一根耶 它這樣左右搖搖去就是張力不平均的意思 不是因為它的增圓度跟它的平面度還不掉了 它還沒有在標準內 所以它會比較晃得比較用力 欸 開始沒有晃了耶 這只是出度而已 很大對不對 好 所以我先看 我先從 這一個是平面度 這一個是增圓度 增圓度 增圓度就是它的上下 平面度就是增圓度 那我先調一下它 像你現在這樣轉 它這個一直在動 就是 代表它還不平均 它會一直 就是它很大 OK 我們要調整到它不會這樣一直上下 所以影響它上下左右其實是 這個 它的鋼絲張力 鋼絲的張力不平均 所以它才會一直亂抖這樣 對 它才會亂抖 欸很不簡單耶 我這樣看完 我不知道該怎麼體驗 有沒有它會變小了有沒有 你看你剛才爆很多圈現在變小了有沒有 喔好像會了耶 你會了真的小 再幫我體驗一下 我看懂了 我現在先找那個特別凸的對不對 而且它有分左右喔 你知道要挑哪一根嗎 欸我不知道 有耶 它有所到 那麼厲害 再一根我剛才有看到一根喔 所以是這一根喔 對 喔然後這樣壓著 對你要 拉下來 欸回來囉 真的 太厲害了 它其實是一直在交叉 左右調整 這個調緊 這個又要放鬆 這個放鬆那個又要再微調這樣 要讓它兩個都在範圍內 才可以 欸很困難耶 所以 這個輪組櫃是應該要的啊 不然你自己來做做看 這個這麼難 這個 欸你調一個輪組要調多久 對啊 一小時內調的好嗎 有時候要調30分鐘 要看輪組 這麼久啊 欸一個輪都要30分鐘 我剛剛這樣只調兩根 就要五分鐘 我在調完一組 可能要大概兩三個小時 調的 因為你有時候你要一直去做重複的動作 一直重複重複重複 這跟剪影片一樣累 對 所以這個賣很貴是正常的 好不好 大家不要在那邊 不然你自己編啊 你這個剛性不夠 你是不是效率就會不好 真的 那這個調整完 我們下一步驟咧 下一步驟浴壓 浴壓 好啊那我們去下一步驟 再回來 這樣就好啊 沒有啊 我來看中間 好啊 欸好多步驟耶 這個一下要編一下要鎖緊 調整 校正 還要去壓一壓 好難喔 張力降低了 所以就要繼續再把張力提升 要把張力提升 要拉高 因為要反復做的計時 好困難喔 所以就是一直重複 鎖 然後去預壓 鎖 預壓 那通常這樣就已經快結束了嗎 就是這樣就已經接近成平了 好所以這邊就最後一站 他們最後一站呢 就是剛剛不斷的重複 編織跟預壓校正之後 終於把輪框調到差不多 但是就是出場前 他們最後回到這個站 然後就是每一個輪組上面都有一個自己的編號 這編號呢就是他出場目前的張力壓力的一個設定值 所以你在回廠之後 如果你有問題回來維修 你可以追蹤到你之前在出場前的設定 就可以針對這樣做調整 每個輪組都有他自己的身分證 超級酷 最後一個步驟啊 他這個 黏這個襯袋的目的 就是要把這個鋼絲孔都堵塞起來 你才有辦法做無內臺或是有內臺系統的交換 所以他就用機器的輔助 然後把它這樣編織而成 超酷的耶 這樣所有鋼絲洞都不見了 所以黏完就變這樣 但是黏之前是洞洞 所以最後一個步驟黏完之後 就準備包裝 然後包裝這邊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是他的就是 附件的袋子 裡面有這個軸心啊還有一些 他的配件 接下來就可以 包裝出貨囉 那這我就要帶走對不對 這是我的輪組 好那我就先回家囉 沒想到其實 做這個輪組有這麼困難耶 我以為就是那個機器放著邊織邊邊就好 沒想到他要人工去調整這麼多細節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的輪組 所以我覺得他賣這麼貴也是合理啦 那希望今天這影片可以幫助到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 想要挑選一個適合自己剛開始 在騎乘上面的輪組 但不知道怎麼挑選的話 希望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啦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我今天購買的輪組啦 就是這個 太大箱了吧 那這開箱影片跟實際騎乘的分享 就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對你們幫助 我是你的教練良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